大家好,我是贝大大 今天给大家分享我的第三个稳定木盒子 这四个盒子都是我在林川文创定制的 按顺序的话,这是我的第一个盒子 胡桃木的 那它的这个调色盘呢,是低胶做的 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这个款式是他们店里本来就有的 然后我做了一些改变 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团购过这个盒子 之后我在他们家定制了第二个盒子 这个西洋盒子 这个盒子的木料是我自己找的稳定木 原本这是一整块的木头 然后老板帮我做了切割 然后这里设计了一个笔槽 然后有24个颜料格 很多朋友问这个调色起来会不会很费劲 因为上面的这个调色盘颜色是彩色的 那为了不破坏它里面的这个有一种西洋的纹路 所以我在他们家又定制了一块 这样的一个调色盘 这个是陶瓷的 他们家可以把陶瓷的板子做到非常的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薄薄的白色的一片就是陶瓷 然后面呢镶嵌了一块木板作为一个底托 这个尺寸卡进去是刚刚好的 在我说到第二格子的时候 他们家的工艺已经有了改良 他们做的这种面漆是哑光的 摸起来非常光滑细腻 是没有任何气泡的 然后这个小的月光宝盒几乎是同一时间做的 因为这个原本的木料啊 它就是有一点这种光束的感觉 然后它形状也是长条状 所以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月光宝盒 这个打开呢是有12个颜料格的 这个非常的小巧轻便 这个就非常的适合拿出去写生 虽然说没有调色盘 但是你可以定制一个塑料的亚克力的调色盘 跟你的本子夹在一起的那样 那种我在网上有看到过 这个是我跟他家做的第四个盒子 我教它贝壳盒 它的原本的木料是长这样的 而且它上面也有这种发射状的纹路 所以让我想到了贝壳 这个是非常重的 这个只适合放在家里使用 因为它的里面呢 放的全部都是陶瓷的调色格 质感非常的好 敲起来声音非常的清脆 但是呢也比较重 而且这两块调色盘呢 也是做好了直接粘上去的 这里有一些小圆孔 是我和老板商量以后决定的 想说让这个中间不那么空 起到一点装饰作用吧 有些时候可能还可以 可能还可以插一些笔在上面这样 这个的表面摸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他们家的面漆工艺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我还收到了他们家新做的笔 这个是一个有小猫造型的 这个小猫是可以卡在一个立面 挂起来的 那笔身是圆柱形的 但是这个猫这里呢是薄片的 其实我有建议老板 这个猫可以做的更圆润一些 厚重一些 但是老板说因为这个笔的造型原因 如果这个猫做的太圆润的话 它可能就是会让笔重心不稳 那么在画画的时候就会比较难控笔 这一根牛牛笔我超级喜欢 它这个造型跟普通的笔 笔起来就有意思很多 像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穿一些吊坠啊 留素啊 可以做装饰 也可以挂一根绳 这样我们的笔画完 画以后可以把它挂在某个地方 让它垂直朝下去晾干 它的这个毛是混合松鼠毛 形状的是拖把头的 比较适合大面积一点的晕染 如果是刻画细节的话 它就有一点粗了 但是如果会用笔的人呢 其实也是会使用它的笔尖去刻画的 这种独特造型的笔 我还是很喜欢的 因为这支笔是老板随手做着玩的 所以还没有精细的抛光跟上漆 这种笔他建议我用木辣油就好了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上漆的东西 但是完全不上漆又很容易受潮 木辣油也是一个不错的保养方式 目前这支笔还没有打算出售 所以只是先给大家看看 也想看一下大家的反响 最近很多粉丝催我更新绘画教程 但是现在我有两个小宝宝要带 大家也知道我的每一个教程视频 是要耗费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的 所以暂时停根教程 那么有空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的画材 感谢你的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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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